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诶哟 这猪小驴呀 是不是假的啊 那我总就成国际巨星了 这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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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 停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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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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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 你们家这猪也忒不成技术了 跟咱那什么独球队倒进去拼了 哎呀 猪大爷 那我们家那主力队员那根真发伤啊 那成才非感谢金物业 拉着猪表演 都只能拉来俩那个体股队员了 这事能怪我吗 是人家游客要求要看猪跑 还得看他踢足球 这 这玩去吧 都是你哥 吹牛卵子这段生意 他倒不来当教练了 他人呢 我哥一走就拿一罗牌 说是上你东山去看风水去了 就他还老看风水呢 我觉得他该看个病去 苏大爷 我特别赞同您这观点 哎 你说那真有才 今年三十八了吧 还单眼呢 那演讲啊 都长那个鱼翅纹了 这在咱村啊 绝不仅有了 哥呀 就是学问太多了 心太大 高不成 低不救 你哥 高的肯定不成 低的话谁不救我谁 就不好说了 那还行说 肯定是人家不救是他呀 现在哪个村 如意大发胜难呀 咱村有才 那肚子里有墨水 脑子里的想法 剩下的可惜了 对 那有才哥啊 那光专业就学了七八个呢 那学识渊博 那你再说啊 这男人四十亿枝花 有才哥现在正是 有花贪折随便采的时候 说不定哪天呀 就给咱带回大姑娘来 那是既有貌又有钱 那跟咱哥多般配呀 莫婷 你这说的也忒不着边了吧 还又有钱又有帽 那人家脱的什么呀 你哥回来了 后边呢 这猪呢 猪呢 对 这是大餐农家院 张库好了 就等人来了 取消 你们怎么取消了呀 不解释了 哎 什么情况啊 那团的领队说 他们的游客 觉得咱们村已经过了彩山的季节 又没有什么其他的项目 又找了一个有温泉的景区 说等明天桃花开了 再到咱们村来 合着你哥真有才拉那大团 黄了 哎 咱们村要是也有温泉就好了 咱村就是有温泉 而且还是龙脉温泉 当人 必须的呀 我小时候啊 就在我奶家那个 手抄本那村子上 看见过繁体字的记载 说咱们村 始建明朝 坐拥龙脉 地下有权 哎 哎呀 就你奶奶家那本 手抄村志 信得着啊 有材 你快算了吧 我听说啊 村主任找专家看过了 这什么结论 人家专家的说法是 浅层肯定没水 深层 不确定 嗨 这样的专家 我也能当 我确定 我今天确定了 咱们村 地下 深层 肯定有温泉 有权我又问你 你知不知道 打温泉井 一天要花多少钱 十万八万吧 你有吗 没有 那你这事不是吃人说梦吗 那你这事不是吃人说梦吗 不是有权干嘛 我又给你去做梦 哥 你这幼稚 怎么了 对不住啊 对对对 有材哥 有材哥 我承认 我被我瞎到了你了 我对不住您成八 我说您可千万别想不开 拦着您刀分权的内势 朱大爷 您可千万别先在我身上的一码归一码 我求您了 您可千万别想不开 你说我这年快正好 我可不想提前开这道会 我 合着你哥 你也发了一个大谎 让我们帮你员 我那不是为了把他那投资先吸引过来吗 再说我跟人家说的时候 也只不过就是把实际情况稍微夸张了一点 哥 您这可不是一点 您把咱们村整个五福吉好几十家农家院都说成您的了 您也太不靠了 那要是发展好了 怎么就不能几十家统一经营统一管理啊 再说 人家是天狼投资董事长的千斌 你说 我这有材也不能太跌分 有材哥 说真的啊 我是很佩服您的勇气 这都比脸还干净 我下狠心说自己是隐形好 那吹这么大牛也不怕闪头牙呀 有材 我觉得这事太不靠谱了 靠谱 靠谱 我跟你们说啊 我真有材这辈子能不能翻身 咱们村能不能乌鸦变凤凤 就差这一口气了 人家呀 特有钱 好几个亿好几个亿那都投不出去 我跟你们说人家明天就来了 妹子 过去 拉哥一把 等资金一到位 哥给你 哥给你百分之五提成 哎 村主任不是说 谁给咱村招商引资 给百分之十的提成吗 你怎么比村主任还抠啊 那是统共百分之十 你不能让我白忙活吧 咱们一日百分之五 先定个小目标 啊 一个亿 这一个亿一到账 你提成的就是五百万啊 哎 还真是五百万啊 你还真信他 五百万呢 又没成成本 值半赌一把 老二 那农家乐 是爹妈留给咱俩的啊 那合伙人的篮里 我的名材在你前头呢 哥 可咱俩还欠着贷款呢 你甭跟我说这 这次你要配合了哥 钱倒不是问题 这农家乐啊 我不要了 那行吧 说好了 就一天 朱大爷 哎 有他这事跟我没关系 不行 我我我我给你磕你了 你别来了 朱大爷 朱大爷 你要是不抱我 嘿嘿 我可就放大招了 哎 嘿嘿 您上眼瞧瞧这张照片啊 这张照片啊 这张照片啊 嘿嘿嘿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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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是你给我看呀 啥子 你想瞧 你不是重点啊 旁边那个才是呢啊 你要是不抱我 我给你拉下水了 待会我就给大妈发过去 哎 行行行 我我我配合你 那是照片 试成之后马上修回 那行吧 就一天啊 爽快 嘿嘿嘿 哎呀 行 那咱们就开始开练吧 啊 啊 还得开练 还得开练呢 来来来来来 做准事件啊 咱们这个路上这个环节 最后一次打开 来 开始了快快快 还踩啊 哎 多练了 虽然我是毕业于传媒大学的文艺编导文言 重点是韩寿大专 这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 我的经验实在是不足 我最擅长的农民春晚 都不邀请我去做导演 邀请你去当导演 那你都不开演呢 找出 快快快去去去出啊 咱们整个开始了 来来来 都抓紧了 抓紧了 说别了 最后一遍 你没经验 不能一遍遍拿我们练手啊 凡事就怕认真话 啊 准备上菜了 路财哥 您这次带帮吗 说什么呢 忘词了吧 能不能专业点 叫我真总 真总 那个化妆啊 红妆啊 然后那个 我独独家具 我们彩排完了再去找我 哥 还得准备这些啊 哥 今儿晚上睡不了了 带回来 抓紧了啊 最后一遍了 用膳做这个环节 三 二 一 开始 唇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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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干干净净的了 这手指就不能放在盘子里边 要拖在盘子边 你也太矫情了吧 放肆 你还敢回嘴 细节决定成败知道吗 好 这个下一个环节 是我和这个千针小铁品尝真羞美味 不已经是最后一个环节了 怎么还有下一个环节啊 这个环节啊 不需要你们做什么 就在边上站上 厚的就行了 这些菜我都尝过恩便了 也品尝不出什么细节味道 那那我吃吧 我这下午我什么都没吃 饿的我吃鸡月糖啊 喂 喂 我又没拿你吃鸡月糖 喂 这谁让你个作用啊 喂 喂 老朱 琢磨了个菜 就咱们这个筷子碗啊 胆次太低 哎 你能不能去各家各户去连连 用点那高大上去 不是 听见没有老朱 这才我告诉你啊 我是你大爷 什么盘子碗呢 你来上去找上去找去吧 哎 哎呦 哎呦 で い い ん い き い い し え 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开车 到了 就这 到了 这离翠子还远着呢 怎么走啊 进村得加钱啊 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怎么才走到这啊 我这洒水都冲哥走回来了 你怎么回事 你现在人不 还干这个不怕被傅家警警给撞上了 这不是缺人事吧 哎 你这人怎么这样呀 提前去说好了 我们俩拼车啊 你给我没送到村的 这才到哪呀 你要不叫他踩着一脚刹车 他都进村了 这一抬脚就是油钱 哎 你听听你听听 这一脚刹车一脚油 回家你懂不懂 哎 赶紧的 我做生意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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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草帽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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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到了 哎 好好好 那个你别再往里开了 哎 对 就我停在村口 哎 我我我去谢谢你 哎 好嘞 哎 你们俩这就拜托啊 那我得睁着点 太头领凶了 咧 够够够 你换个水吧 快吃了 快吃了 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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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叫风 再快点呀 最好再游起来点 你游起来好呢 你游起来好呢 老二 游起来 走 走 小一点 走 走 小一点 谁吃臭豆腐也不知道收 真让我当失望呀 小一点 快吃 我的天 requires hrr 这个 那个 我 可 那 的 我 这什么味儿啊 怎么有一股 这个厕所没打扰干净吗 这味儿是 以前有的 重来 去去去 把它冲上开 好 怎么办呀 不过呀 现在你们这个农家呢 搞这个cosplay 角色扮演 我还是挺开心的 还真有点 嘉琳的感觉呀 您嘉琳啊 小店是 彭壁有灰 哪有灰呀 彭壁生灰 就是说他们脸上 跟着您都沾关 现在我隆重介绍一下 这是天狼投资 董事长的签认 苏晓宜女士 给您请啊 年礼平山 就不用下跪了 我呀 还给大家带了小礼物 来 把我的行李箱给我拿来 好 您太讲究了 按说呀 我们不应该要 可是老话说的好啊 经理送额保 李箱一丝重 我们不能搏您面 不是 来的时候走得太出忙了 忘装了 没事没事 鬼头把地址给您抄上 我们之前的接收会计 都很方便 这是一早给您蒙上 您进门前刚砌好的箱片 夫人请用茶 箱片 夫人 你刚才叫我啥 你干啥呢 夫人呢 我现在还单身未嫁呢 什么时候变成夫人了 我是谁家夫人呀 你这个使坏丫头 啥时候把我嫁出去了 来人 套出去 打二十大板 你们这有高风影 别跟他一般见的 你叫什么名字 奴婢单姓胡 刚名其人 您叫我胡琴 或者小琴 都行 胡琴 这名字听着太土了 我就说吧 你们现在这个农家乐的形式 还停留在封建社会 再怎么着了 咱们农家乐接待的可是 五湖四海 八面来风的客人 对不对 今天我就赐你一名吧 您说 我接着 跟你起个洋气败的 你就叫小提琴吧 这我还是没记住 小提琴 说什么呢 我说呀 我真是太感动了 您就是我的 再造父母 什么再造父母 你不会说话 我看你年龄也不大呀 快三十了吧 我又是你再造父母 那我得多大岁数 您贵更啊 我呀还不到更年期呢 没有没有 她是问您呢 今年多大岁数 嗯 这个您又问到点上了 我今年 十五 我真的十五岁啊 我昨天晚上刚做的心理测试 您说话真够大胆气的 哎 您看着怎么这么面熟呢 哦 我姓猪 您叫老猪就行 哦 这老猪啊 这个名不好 也太土了 我今天呀 也给你起个名字 从今天起 你呀 就叫 猪猪 哎 哦 还有你 你看 你们几个呀 就你长的人高马大 就你长的壮实 你就叫 壮壮吧 呃 行 那您随意吧 那什么苏女士啊 那我把您这行李 送房间 哎 好嘞 哎 我说猪猪啊 我这个人啊 挺随意的 以后呀 别叫我宋女士 你就叫我 小姨德了 您爹可真会起名 这还会起名呢 就给我起个名叫小姨 那要给我起个叫子姨 嘿嘿 那我早就成国际巨星了 听个人说着 以后叫小姨 哎 我说小提琴证证 你俩这懂不懂规矩 你得太近乎了吧 回小姨 我们俩呀 是一对 那不行 这员工之间 可不许谈恋爱的 小姨 要不咱们先回房间休息吧 哎呀 别休息了 咱们先考察吧 哎呀 这还考察什么呀 哎呀 这不是几十家农家院吗 那不得考察考察 这几十个农家院啊 情况都差不多 哦 还是多看看得好 您在的这家 那就是旗舰店 您就在这待着吧 那就开咱一家呀 还是去别家看看吧 嗯 我觉得啊 还是猪猪说的对 就不能怕辛苦嘛 走吧 我们去考察考察 那什么猪猪啊 中午饭不吃了啊 哎 您走 好好 好好转转 给他们也改个名了 我去你 快 小心 小心 嗯 别的店 好多地儿都有在提高 这个问题呀 你问到点上了 人家今年呢 刚十五 哟 哟 笑什么呀 人家今年就是十五岁 昨天晚上啊 刚做的心理测试 啊呸 哎 就他那呀 还十五呢 哼 我看呐 五十还差不多 哼 我哥呀 也真是跟我交友不慎 那往上认识有几个靠谱的 这一上午 快折腾死人了 是 我也快散了架了 你啊 就是太缺恋了 哎呀 我倒是没有你们那么累 咱俩是一工种吗 头回让你抬脚的村 村口抬到这儿 小姨公里呢 你试试啊 我这高血压都快犯了 哎 哎 小姨 那个龙家乐啊 标准化接待 还没有整体推进呢 要不咱们先考察考察 村里这些风情地貌啊 哎呀 不急 怎么也得先考两条是不 这不得呗 一块考察考劳呗 哎 我这个人比较低调 那咱们就回公司了 哎 您是住宿吗 你们这儿都有什么项目呀 现在也就是住宿 打麻将还在这儿 嗯 哎 有才啊 这是你朋友 啊 对 我们是来这儿考察考察 哎呀 还考察 哎 你一下啊 就是考察一下你们家的卫生情况 哎呀 这 这怎么没专你家呢 哎 有点像啊 考察一下你们那个后厨的情况 对 去后厨看着 哎 小姨 这样 那个后厨啊 还有得提高 嗯 改天 我整改完了 咱们咱们再考察 这样 村里那个那个龙外温泉项目 咱们可以先去考察 哎呀 不急 一项一项来 不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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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 我想起来了 这家的后厨啊 它是整改提升了 是我们这后厨的旗舰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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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吧 确实连绵起伏 我们村是三面环山 是天然仰霸 你再看这滩水 这里的水 都是从地下自然涌出来的 你就看这些地方吧 我作为一个地质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在这儿已经是踏勘过多次考证 这地底下肯定有温泉 小爷 你就说服天狼投资 在这儿注资吧 你这个隐形富豪 自己为什么不投资 不瞒你说 我的钱在做房内产开发的时候 资金被套住了 虽然资金盘子比较大 但现金流出现了些问题 需要找一些合作方 各个方面都需要找合作方 那这个温泉井的日出水量 能估算出来吗 据我这个地质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估算 至少不低于每天一千立方米 这要是打出一口温泉井来 咱们村这一年四季旅客不断 乡村旅游可以持续发展 现在就是缺资金 小姨 这可是明朝就有的古村 这是杨家将 杨六郎征战边疆 英雄挂甲 修养生息的福地 你别说 有才哥还真挺能忽悠的 这不是赚老一上午了 还没回来 最好呀 别回来了 要我说 这女大款 也够帽子了 愣没看出来 有才是懵事似的 我哥呀 倒确实是想做大事 是 想了好几十年了 一件事没成啊 别忘了啊 有才哥安排咱们晚上 轮番向苏小姨敬酒 说点希望啊 在那酒桌上 让他一激动 给老爷子打个电话 咱那投资款的事 落定了 你们愿意敬酒啊 你们敬吧 我才烂得搭理那小姑奶的呢 哎呦 朱大爷 你呢 就为咱那一个亿的小公鸟 也出宝子力 到时候我那份 封你百分之十 嘿 不要 在文化旅游这一块啊 我还是有一系列的想法 那怎么没推进呢 我看你们村呀 目前带文旅这方面还挺弱呀 目前那个方案 我还在反复的推敲 大家伙还都不知道 毕竟我这个人一向低调 这村里面上的事 就交给主任去出 大哥 我看着呢 我看着呢 中午有唱大鼓的 对 正宗的京韵大鼓 路易生的传人 还有歌舞表演啊 别忘了去干 主任 主任 这位是 我朋友 我女的 这我看得出来 我女朋友 干投资的 好 欢迎你 我啊 这村的村主任 信头 已经有几家投资公司 和我们接洽 欢迎你啊 到我们村来投资 好吧 好 主任那我们就先去考察了啊 好 有餐 你那服装都用完了吗 赶紧给剧团送回去 还等着用呢 小城故事多 请你来做客 今儿到我们村上看看了 那感觉 那感觉特别好 我今天特别开心 小鸡 来 再来一个 小鸡 小鸡 小鸡鸡 敬您 好 来 小鸡鸡 小鸡鸡 好酒量 来来来来来来 给我衣服吧张 小鸡 你也来一首 老朱 干嘛呢 那小鸡是咱请来的贵宾 你怎么能让她扮唱呢 成才 你来 我 我 胡锦 你说吧 我 你小鸡鸡 你唱的艳舞 我才带来了 李鼓 咱 随我 我来一个 我来一个 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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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I love you Yeeeh,好, 風光, 安, 句! They love you 손�urai haven't lived? Sake up youringuishly They love you Bye 小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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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得加几个小菜 加什么 小提姐 你今天都吃什么呀 海参 鲍鱼 鱼翅 这些都没有啊 那有什么呀 小童 豆腐 黄瓜 大酱 行 鱼翅 收穗 抓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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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勤 你惯的也太急了 这一下人家就高了 他那投资的变化还没打呢 诶 这能怪我吗 上一秒钟啊 还精神百倍呢 那下一秒钟就时间颓废了 那这分寸 这也太难打捏了 我去 赶紧吧 去哪儿啊 送个房间去 我帮他 我帮他 来 走你 诶 诶 这是去哪儿了 去哪儿 高尖啊 去哪儿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 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快 快点快 快 重大发现 大业呢 别引大丹 诸大业 这宋小姨 也是个假大款 假的 什么情况 看看 这行李箱 杂牌的 哪有大款用杂牌行李箱的 没准人家低调呗 你看那样 下面低调的人 那倒也是 关键是 我有人证 还有人证 你们看 今儿 自打苏小姨一进门 我就怀疑她身份 刚才啊 偷偷给她拍了人照片 发了朋友圈了 问有没有人见过 你看你看 这是咱们村里刘洋 刚给我回复的 这女的是跟我一块 拼车来在村里 村口路上停的车 我先走的 大款拼车 有点意思 和着真有才 和苏小姨俩骗子 般配 真有才 你那富家千金 是个骗子 我听见了 听见了还不跟人家起来 别睡不着 人家都这样了 你让她现在去哪儿啊 我管不着 就算她骗咱们了 那咱们不是也骗她了吗 那是女骗子 对 这事怪我 但即便她是个女骗子 天这么晚了 那咱们也不能把一个身体虚恶女子 往外头哄啊 成 你仗义 那今儿这儿连吃贷助的 给钱算头呢 喂 什么 妈 我现在就回家 哎 醒了 醒了 哎 管用 管用 又才 赶紧给我走个车 我爸心脏不好 我得赶紧走 嘿 哎 你说你这人啊 怎么睁开眼睛就说瞎话呀 在我们这儿吃饱喝足了 现在要走 还让我们帮你叫车 真把自己当成青年大小姐 你说你这人长得挺好看的 心子闷不善的 你们 是 是我们有才骗的 可你把我们骗了 你们俩算扯平了 年轻人啊 别老想着家大馆找富博 以后啊都好好做人 啊 好 能帮我找个车吗 我现在就得走 嗨 你这个被我们拆穿了 想走 我们也能理解 虽然你是个女骗子嘛 可都这么烦了 你就踏实住下吧 我们也能原谅你的 就是丫头 心里知道错了 就行了 住下吧 你看我这身衣服都湿了 一会儿你给你找事干净了 来 我给你扶床上去 真的 我今天必须得走 我爸进医院了 洗澡便饭了 你们 你们能帮帮我吗 这事要是真的 还真不能当呢 丫头 这样啊 虽然啊 你走错道了 但我们绝不能干得落井下石的事 该帮一把呢 还得帮 永泰 快走车 等着 给你拿点干净衣服 这么晚还麻烦你 你哥我欠你个人情 你放心吧 谢谢你们啊 我还会回来的 丫头 回去好好的 别来了 也别出去猛事了 啊 啊 嗯 嗯 啊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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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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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啊 各位 各位 来尝尝 这是我炸的油饼 啊 鱼儿不吃 那我可吃了啊 你们住宿 请问这是苏小女女士 曾经住过的奴家院吗 对 这女片子背后还有团伙 那你们是 我们是天狼投资的 苏董事让我们送些礼物过来 上次她买了葱嘛 忘记带了 那苏女士的人呢 在你们村委会谈投资呢 15号 朱大爷 你还真是你大管啊 小姨 你爸苏董 就是你父亲 他那个心脏怎么样 没啥事了 那天呀 感谢你们找车送我 朱大爷 那天呀 对不起您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公司呀 其实对咱们村的旅游开发 早就有意义 那天呀 我一个人来走访 就是想再感受一下 我还拼个车呢 我还拼个车呢 对咱们大财农家乐的情况呀 也有所了解 你们那么正式的接待我 我也索性当上一副演员 合着您全知道 川日明被掏糊子的 我说嘛 我说见了真人 怎么跟网聊的时候 连性情差距还那么大呀 朱大爷 在这里呀 上你道歉啦 没事没事 大爷有点娱乐性 不是 哎呦 胡琴 成财啊 在这里呀 也像你们 赔个不是啊 那个 小姨姐 其实我也得跟您承认个错误 那天我往您喝那酒里啊 对酒进来 嘿 我就说了 小姨的酒量不至于 小姨姐 您这大款 千万别和我一般见识 我呀 只是我们公司的董事之一 我们投资公司的钱呀 都属于股东们 包括我爸的 也不属于我的 哎呀 对于 这次来考察咱们旅游项目呀 也是对我们股东的钱负责嘛 嘿嘿 当然了 说起来财富 你们才算真正的有财富 太会说话了 我们有什么呀 就是 哎 这方面呀 你们的有财哥哥 都有眼光呀 青山绿水的多好呀 青山绿水 那就是金山云山 那就说了 咱们村山绿好吧 那个苏总好眼力 朱大爷 不瞒你说呀 其实咱这边的山水呀 我们投资公司呀 早就看上了 但是呢 最终决定在这投资的真正原因 不光是因为咱们山好 水好 人更好 还有啊 对一个女骗子 也不干那落影下失的事儿 哈哈哈 陈友财呀 这个旅游项目呀 可是我们公司的一个重点项目 我呢 这次分管 哎 你到咱们公司当项目经理呗 陈友财对村子有感情 我们新能够学历有的事儿 当个巷子经理 嘿 去猜喽 陈彩啊 你这个楼家院去了你哥 没啥问题吧 那太没问题了 哥 你就赶紧上任吧 苏总 呃 以我这身份 去你们那儿 怎么也得拿年薪吧 行啊 买足你的要求 一年给你发一回薪水 哈哈哈 哈哈哈哈 陈彩啊 您那照片是怎么回事儿啊 嗨 和友财一个团去大坡旅游 和那什么样拍的 那团里面都拍了 你也知道 你们大娘就是一兔团的 带 友财 赶紧把照片删了啊 行行行 咱们就已经睡了 让客气的广场去大骨了 友财呀 你再推一遍 啊 来吧 来吧 我抢口 田舍免礼 免礼 田舍免礼 都上了拽子上 看起来 你也挺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呢 哈哈哈 哈哈哈